周末凌晨吃宵夜豆漿店 一名男子居然一丝不挂 光溜溜的走进店里 这举动吓坏了店内的员工 还有客人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看到一个很错愕 他的衣服怎么这样子穿 那大家都觉得 真的以后我们做生意 也要多注意一下 不过没多久 监视器就拍下 王晶罪客本来裸身 离开店里却拿着包包 把上半身遮好遮满 后头还跟了警察 不是他的店里大吵大闹 而是他手里拿的遮羞包 根本不是他的 三四个朋友吃完东西的时候 皮包摆在那边也忘了拿走 他们离开了把东西摆那边 然后他就跑过来这边 就坐在那边了 他一样坐在那边 不然他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坐完以后 他把东西顺便带走 原来这名王晶罪客喝的太多了 进店里后 喊宝宝主人 也就是王晶男大生 坐在隔壁桌 结果男大生离开 再忘了拿 罪客换了位子 居然把包包当成自己的 离开时还顺便把他拿来 遮住自己的身体 但男大生发现 顺手牵羊的是这一名裸身罪客 也不愿意原谅 坚持提告 喝醉代价真的好大 醒来想到自己光溜溜的模样 还吃上官司 下回黄糖下肚钱 恐怕要斟酌 自己是否会不生酒力 记者张俊慧 吴兴伦在新北市报道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